武汉肺炎确诊人数又引来一波高峰 截至16日上午9点 全球确诊人数超过7378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164万人未见减缓趋势 但是随着陆续出现多支疫苗研发成功 让人在乌云中看见一丝曙光 美国在当地14日宣布接种全国第一支疫苗 川普在推特宣布首支疫苗接种 恭喜美国 恭喜世界 目前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依序是美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和法国 自从10月底开始 每日的确诊人数都超过50万人 近期则几乎都在60万人以上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在当地11日火速批准辉瑞疫苗 290万剂首批疫苗在国民兵协助下 部分已于当地14日运送至全国145个据点 通常疫苗研发工作需要10年 但是辉瑞疫苗只花了10个月 并未在孩童身上试验 因此首批施打对象 包括第一线防疫和必要工作人员 以及饶人与慢性病患者 一般民众要等到2021年4月后 孩童会是最晚接种的对象 美国已经展开大规模施打辉瑞疫苗 川普表示对疫苗相当有信心 美国和世界很快会好起来 白宫当地15日也宣布 川普本人将会接种疫苗 部分政府高层也会带头示范 建立民众对疫苗的信心 鼓励民众施打疫苗 英国目前确诊人数排名第6 月187万人 英国比起美国更快批准辉瑞疫苗 并进行大规模施打计划 12月8日 一名91岁的奶奶率先施打疫苗 并说这是提早来到的最棒生日礼物 除了首批80万剂辉瑞疫苗 已经陆续配发至医疗院所 月底前预计还会有多达400万剂 英国卫生部长和考课自豪说 这是人类对新冠病毒反击的开始 加拿大确诊人数约17万人 加拿大是继英国和巴林之后 全球第三个批准辉瑞疫苗的国家 当地13日晚间 加拿大订购的第一批3万剂辉瑞疫苗 抵达魁北克 14日 加拿大加入英国和美国行列 最先注射疫苗的是一名护工 和将近90岁的奶奶 护工向媒体表示 接种后感觉很好 今年年底前 加拿大会再收到25万剂疫苗 新加坡总理李献荣14日发表全国演说 宣布几项辉瑞药厂采购疫苗 新加坡成为亚洲第一个批准辉瑞疫苗的国家 第一批疫苗年底前会送打 提供所有成人自愿免费施打 他和内阁成员也会带头接种 向大众证明疫苗的安全性 虽然全球疫苗陆续开打 但是疫苗太快被批准施打 还有人施打第一剂后出现副作用 所以施打第二剂因而存疑 辉瑞疫苗已知可能会造成疲倦 头痛 打冷战 肌肉酸痛 发烧等症状 这些因素恐怕都会造成民众对疫苗却步 根据民调显示 英国有两成民众质疑疫苗安全性 据传英国女王夫妇可能在数周内接种 借此破除民众疑虑 在美国约半数民众愿意接种 民主党支持者中有六成民众愿意 共和党只有四成 除了目前在多国宣布施打的辉瑞疫苗 莫德纳疫苗渴望在17日 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 成为第二支取得美国紧急使用授权的疫苗 并在2021年1月12日 取得欧盟的紧急使用授权 美国莫德纳公司也已宣布 年底前将提供美国2000万剂疫苗 2021年第一剂会再提供全球抑制1.25亿剂 其中8500万至1亿剂将分配给美国 继辉瑞与莫德纳疫苗之后 牛津大学与阿斯特杰利康药厂 联合研发的A力疫苗也研发成功 目前仍在等待英国官方批准与英国使用 年底前通过的几率相当高 并渴望在耶旦减前量产 英国已经订购1亿剂A力疫苗 俄罗斯在8月11日核准自主研发 也是全球第一支疫苗 史普尼克5号 防护力号称高达95% 12日开始在俄罗斯国内 大规模接种自家疫苗 这次的接种计划将会有1300万人接种 然而这支疫苗施打后42天内不能营救 对这个全球酒精消费力最大的国家 可说是相当矛盾 中国目前至少有5支研发中的疫苗 送往巴基斯坦 巴西 秘乳等国进行测试 但是试验过程出现问题 火药集团研发的疫苗 由于一名秘乳受试者 罕见出现神经病变 让试验亿万海咖 结果恐怕2021年年中才会揭晓 而中国科兴公司在巴西的测试 11月因受试者死亡一度中断 但后来当局调查死因与疫苗无关 巴西总统巴索纳若对来自中国的疫苗存疑 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接种 然而国药集团的疫苗 通过阿联与巴林的审核 提供民众免费注射 印尼已收到科兴公司的120万剂疫苗 明年将再收到180万剂 一切就绪就能在2021年1月底前 大规模接种 目前台湾已经下定了千万剂A力疫苗 而且透过国际疫苗分配平台 COVEX买到了辉瑞疫苗 然而A力疫苗防护力在90%以下 辉瑞疫苗高达95%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表示 大家都想打最好的疫苗 届时疫苗分配可能是个难题 卫福部长陈时中在立法院接受咨询时表示 国内渴望在明年3-6月开打疫苗 5-6月优先施打对象可完成第二剂接种 成为首批具有保护力的国人 他预计全球不能过于乐观 一松懈可能会造成另一波疫情 台湾明年仍要坚守防疫措施 全球面临疫情寒冬 各国疫苗研发和审查过程都加速进行 单线的研发过程变成重叠进行 研发人员加班工作 厂上冒着风险在试验完成前先行大规模生产 才让进度一再超前 10-15年的研发时程压缩到一年内上市 这些承载着全人类未来的疫苗 究竟能不能如各国所愿 在明年终结疫情 让社会回归到正常轨道 这场与病毒的持久之战 在大众陆续接种后胜负或许就能揭晓